第32題 一個質量為8公斤的木箱靜置在水平地面上 藍牙以60牛頓的水平力推動木箱移動15公尺後 木箱動能增加720焦耳 假設木箱移動期間地面的摩擦力大小固定 則摩擦力大小為下列合者 我們曉得 我們做工的結果是能量的變化 這也是所謂的動能的改變 而做工的方法呢就是力量成位移 這個力指的是合力 所以呢有一個合力不知道多少 我們移動了15公尺 結果就是能量的變化720焦耳 所以我們力量就是720除以15 也就是48牛頓 所以我們的合力是48牛頓 那我現在施力是60牛頓 減掉我的摩擦之後會變成48牛頓 所以我的摩擦力就應該是12牛頓 所以第32題問我們說 摩擦力的大小為下列合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A 12牛頓 1 2 2 3 7 2